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明镜电视 明镜火拍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 这一节我们讨论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一位中共的老红军 不是老红军嘛 老革命 这个是前政治局委员曾经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他的岳母范晨秀女士 早一段时间在北京去世 人们关注的是薄熙来夫妇有没有出席这一次的遗体告别时日 或者是有没有偷偷地去见一下 但是后来引起大家注意的是薄熙来先生的公子伯格瓜 为斗尼他的外婆姥姥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斗尼文章 现在在网络上流传 因为明镜电视 明镜新闻台 明镜的华尔街电视 都完整地报道了他写的前文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最近北京流传 社交媒体流传毛泽东给一位小张写的封信 所以这两件事情揉在一起来讨论我们的冯盛平先生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请你先讲一讲 我就先讲一下那个薄瓜瓜那个吧 他那东西两个分在一起讲可以吗 他对我很快讲了 就他这个信是两天以前写的 就你可以看出他受的教育啊什么 他还是非常认同就是这个所谓红色经典 他的父辈他奶奶那一辈怎么样 然后教他的就是家庭可以为了国家受辱 就是为了可以为了国家牺牲 就基本上他按说他是一个80后了 对吧 甚至90后可能 但他的那些想法呢很多 基本上跟我们50后的受的教育差不多 就是这是有点奇怪的 因为按说他有点像完 安裤子弟那种在西方有这么多年 所以这个信无疑是真的就是也有很多真情的流露 他跟他外婆的关系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现在的北京在国内盛传的就是 关于毛泽东给给小张的那封信 就到处都在传我这一天就收到好几次 啊那个信呢写的当然也是就是小张你好些了吗 就是好好敬仰我想你等等啊 下面一般就都是认为这是他给张一凤写的一封信 就说评论是极多也没有封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是一个误传 就这封信完全不是写给张一凤的 是写给他的一个警卫的 就人们很喜欢传这些故事 就比如说像那个飞特列大帝啊 那个末方祖的故事好像大家都听过对吧 风能禁与能禁国王不能禁 其实根本也不存在的故事 就那个末方拆掉的时候飞特列大帝还没生呢 那这个呢也一样就是他也是个时间差的问题 就是看过有很多人还在辩论 还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毛的手书啊什么 确实是毛写的 但是你看一下呢这封信呢 他是61年12月20号写的 61年12月的分数呢张一凤呢才17岁 还根本没见过毛呢 他和毛就是有工作关系 他叫毛那是70年他跟着毛跟了六年 70年到76年 那如果一定要找更早一些的话呢 他是在62年 在专列上他见过毛 所以这个信跟他就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警卫 那几位呢叫张张先鹏就李鹏那个鹏 他生病了毛就给他写的这封信 就说我想你啊什么 然后你好了以后可以到我的厨房吃饭等等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反正也算是一个小的考据吧 但是就是说网上有很多这种很容易有额传额 人们总是立场领先吧文字后信 证据永远是找得到的 永远都会有 这又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请我就讲到这样 非常好 我觉得就通过这么一个事情的考证呢 讲得非常清晰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日文 你怎么样 你看了给小张的信呢 或者是你认为小张不需要讨论呢 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没看毛给小张的信哈 一般来说就确确实实实 因为如果就是没有最近 又是有光芒阳光 对 OK OK 谢谢 我我我我我没看这个毛给小张的信 但是如果就是不是不是像信明这样对历史有了解 发现就算对历史有了解没有就特别关注这个这个这个问题的话了 也也让人可能就为了认为是江玉凤 把他往这个所南 南欢与爱这块去联想 但是刚才听清明说他是跟他一个警卫 不过如果说毛跟他的一个警卫写这样的信 也确实令人感到一个意外 发现说毛的意义上是令人感到一个感动 为什么要这样的 就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毛书没有跟您讲这个这个这个跟他的一个警卫 跟他的一个下属会讲这样一句话 说我想你啊 他他就跟别人写的信的话 都是我想可能早期跟杨冠慧 所以或者有一些比如在那流露出这个惊情诗感之外 后来在他转换权论之后了 他的信都是那种公诉公办 甚至说那个信都可能都不是他自己写的 都是中办的或者他的秘书代他写的 从这个来着确实给人感到一个一个意外 啊 那么这个这个柏瓜瓜这个我们讲 照念他姥姥这个这样一个信 在薄熙来夫妻都能够去领抢情况下了 这应该来说也是一个胜利勤奖的事啊 总要有所表示嘛 这里面重要的就是说是为什么习近平不放 不放这个这个薄熙来夫妻去 如果说你不放这个薄熙来去的话 放谷克来去也应该啊 这个是一个很很这个所谓的我们叫人机常情 人机常理 现在中共这个这个官方往往是喜欢强调这一点 说这个比如讲的一个夫神犯罪人呀 假如说这个家里出了什么事啊 比如讲心情是把儿子结婚了 而且说这个这个特别是这种老龄过去呀 过过去的就这样一件事 一般来说出于所谓的人性关怀的话呢 一般都会让他到到家里去看一眼 我们以前就是经常看到官方就发出这样的信号 那表明所谓的这种司法制度的这种人性化 但是恰恰在薄熙来这样一个问题上 他没有体现这样这个应有的 就所谓的这个人性化的方面 这这道呢就是因为薄熙来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敏感性的问题 假如说我们讲薄熙来的话 这夫妻放出来的就去到那个到那个这个现场去吧 除非是说他封锁的非常严重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谁都不知道 假如说但是他又怕着落 风险一旦我们讲薄熙来服务到那个现场去的话 那么左派呀肯定会大量的允议馆去 到那个造业现场去 我估计官方担心的主要是这一点 那么刚才说姓平讲的这个 这个算是薄刮刮的流露出来的那种 那个信里面所受到的这个 这个给人感觉到是就是一个红 红山这个红山带的这么一个官家祖地 红社祖地所流露出来的这语气 跟他所接受的这个西方背景好像是不太 这其实也不奇怪 我觉得这个我们看到 你看看这个 从目前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有官方 就是官二代或者官三代的这个 这个爆款的那个自媒体的文章来看 他们的也都接受过所谓的西方西方教育 甚至我们讲不从他们不从接受人来讲 就是从刘学生比如说 所谓的小朋友小混云来看 他们一般来说也是接受的很多人 接受的西方教育 但是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 甚至来说是表达方式 都是我们讲好像给你感觉好像这个人 就好像是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 或者说没有接受过我们讲正规的 这样一个这个这个这样一个教育 就好像是完全是中共传统化以下培养出来的人 因为就包括瓜这样的他的心里面 如果有有这方面的流露的话 我觉得也也不奇怪 我觉得他这么说 那我我补充一下就是跟幼儿那个 其实毛这个人呢 如果你真的研究他的话 他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不会做这种事 你比如你去读那个李治隋回忆录 李治隋其实很多地方他是 他很不喜欢毛嘛 他叫黑毛嘛 但他里面就有个故事 就毛就一个警卫员去追一个女孩 毛就教他怎么追 还帮他写情书 写了情书以后没追穿 毛还说大丈夫何患无期 他就有这些 他完全可能跟警卫员有这种 再一个呢比如说毛也喜欢下棋 但棋的很臭 他的那个基要秘书徐叶夫 围棋下的很好 毛呢有时候就跟他吓上一盘 徐叶夫呢也不是那种拍马屁之徒 他就每次都是狠杀 把毛杀的就是 可以说是非常狼狈 输了之后呢 毛他也不会像那些比如电视上讲 就是皇帝对不对下棋 你是不能赢他的 你还不能输得太惨 他可不是这么回事 他就他就赢毛 毛就会很生气 他就围着房子造圈 口里面还练练有词 谁说毛泽东一贯正确 我看徐叶夫就比他更正确 对吧至少围棋 他他走的就正确嘛 就毛他是有很多这些 只不过现在呢捧他的把捧到天上去了 不会讲这故事 骂他的把他骂到就地里 脚下去了 也不会讲这故事 他其实也就是个人 就是他一生他是要改造人性 这是他的理想 但他连自己的七经六语 他根本没改掉 他都有 就他帮那个警官员写情书 那写这封信也没什么奇怪 对吧就是你病了吗 又赶快好起来 我想你好了以后呢到我的厨房去吃饭去 就这么一个 那么一联想就到张玉凤那去了 好的 好 王震大博士 王震大博士 好 这个我在 其实在范承秀女士的这个追悼会呢 我还不是因为这个 薄瓜瓜这个事 我知道 我是因为呢海外呢 有一个异议人士 是当年和魏京生搞探索的 而且被调查过的一个人 他也送了个花间 他那个花间也送去了 所以他拍了个照片给我看 我不说是谁 那我就觉得吧 这件事情呢 就是范承秀女士呢 这个搞到这个规模呀 就还挺大 那这个我 我觉得这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红二代呢 现在看来对习近平不满意 我们知道习近平最早说要 借共产党 救共产党江山的时候 红二代可能是跟他站在一起 后来他要搞独裁的时候 就按照盛平过去说法 你搞独裁嘛 就是就可能要伤到了 其他的一些家族 或者一些人的利益 因为这个你搞这个 红二代要救中国 这个呢多少都符合他们共同利 在一只船上 但你搞独裁的时候 实际上谁离你近 就变成最危险的 而我老说嘛 其实大概习近平内心中呢 跟我根本没什么恨不恨的 因为我对他没什么威胁 相反对李克强呢 他是非常的防范 非常的痛恨 如果李克强跟那有点不一样的话 他非常痛恨 那在这点上来说 所以红二代实际上也是 因为觉得习近平这个人 过河拆桥 可能会有这样的做 这个会呢 我觉得多少是一个示威 其实大家在给范承秀女士送花捐手 很多可能心里想的就是 你习近平拿薄熙来做一个象征 拿薄的时候呢 不少的包括像叶家什么 有的人他们也都 我听到说呢 他们都是支持这个事的 因为薄熙来有时候做太过了 包括在薄熙来 其实否认这个改革开放 其实这些多数人 都是改革开放受益者嘛 他们但是现在在这个事情上 他们又发现 变成了一个红二代 和薄熙来个人关系 那我讲这个事情呢 这个人当然他也是个高干子弟了 就他能够把他们夫妻俩能把花圈送进去 那也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呢 其实博家是知道他们的身份的 也知道他们一贯的政治观念 也知道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 也能放进去 那这个我觉得就说明 其实在反对习近平这个问题上 现在国内在心理上 至少在政治心理上 有个比较广泛的统一战线 这就是说呢 习近平现在也高枕无忧 他现在看不见灰犀牛了 看不见灰犀牛的时候更危险 现在可能下一轮反对他人都是黑 都是黑天鹅可能会出现 那回到这个问题上 回到刚才玉文和这个圣平讨论问题 我觉得吧 圣平有的时候呢 他不仅仅啊 这是圣平一个优点啊 这是一个做大事人的优点 他不仅仅不知道下就是下三路啊 就酷腰大以下的事 他连酷腰大以上的情感上的事情 我觉得他也是好像 因为刚才玉文说的很重要一点 这个他说呢 好像这像这个有点是情书的味道 这不像是写给一个警卫员 倒不在于说这个毛泽东有没有性情 毛泽东有非常性情的一面 而这个性情面 有时候他有调皮的一面 有时候有比如要这个逞能的一面 都跟一个大孩子 只能有些地方在跟亲近的人看来 但另一方面呢 这封信写的呀 他有点肉麻有一点 先不说位置上 还有就是作为一个警卫员来说 在中南海里毕竟呢 还是有一些规矩的 毛泽东当然这个人是一贯不守规矩的 但是写那么一封信 我也觉得口气上有点没大没小了 或者是呢 这个这个这个有一个把男女之情的 这种东西写进去了 那难怪别人想到一想了 这是一个这个给给女人写的信 因为那些人呢 可能都比我们这些人呢 这些这个你别管真的还是假的吧 因为我们这些证人君子 可能更懂男欢女爱的感情 或者调情这个东西 那封信像是有点调情的味道 好的好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冯顺明先生这次要讨论了库尔达以下的问题 他只是用库尔达以上的答案回答了这个疑问 好了 这些我们不要间断啊 这是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感谢我们的编导 感谢我们的观众 再见